我带着女儿去学校提交房产证等资料 却被老师告知 该房子的学位已经被占用 您的孩子不能被录取了 我不相信 再三追问下 老师才告诉我 占用我家学位的是一名三年级的男孩子 名叫孙昊 可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 我据理力争 招生老师只是冷漠的白白手 这位家长 您后面还有等着提交资料的家长 请别浪费彼此时间了 我拉着女儿的小手走到角落里 这所庆华小学在京十二环内 全国最牛的两所大学的教职工 很多都买房子在这附近 就是为了上这所小学 学习氛围和教育资源先不说 她最牛的地方是每年会有二十个学生 被选到北大清华的天才班里 而我的女儿从小就展现了惊人的数学天赋 我之所花光三代人的积蓄 也要把房子买在这里 就是这个原因 而办理好转让手续后 考虑到暂时不过去住 我便将房子租了出去 可让我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会发生学位备战这种事 这时 女儿养起稚嫩的脸 奶生奶气地看着我 妈妈 我是不是没有学校可以读书了呀 我心口一痛 蹲下身忙不迭地安慰她 宝宝放心 妈妈一定不会让你没有学校读书的 让我无比意外的是 老公宋成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无奈之下 我只能去了派出所 听着民警所告知的情况 我胸口怒气再也压抑不住 原来 这个孙昊 竟然是三年前租赁我房子的单亲妈妈 陈平的儿子 更让我惊悚的是 民警说 这个孙昊的户口 是以外甥投靠的名义 登记在你名下的 可问题是 我根本没有签过字 民警建议我先去跟对方协商解决 于是我将孩子交给爸妈照料 直接杀去了房子那里 电梯打开 正好遇到陈平正从屋里扯着电线出来 准备给电瓶车充电 你在做什么 我气血上冲 冲上去就打掉插牌 你知不知道这是高层 电瓶车是不能上楼充电的 陈平被吓了一跳 双眼含泪地看过来 委委屈屈地开口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噎住 声音放轻 你不看新闻吗 多少电瓶车推上楼充电发生火灾 你自己不想活 整栋楼的其他人还想活呢 你别连累其他人 陈平突然捂着脸唾气 我也不想把电瓶车推上来充电 可是我没有车库 物业充电的地方 用电太贵 我真的是负担不起 我和我儿子见命一条 自然是抵不上你这套房子值钱 我面色微变 你明知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顿了下 还有你儿子孙浩 怎么会在我户口本上 还占用了我女儿的重点学区名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平文言身体不可察觉地抖了抖 却耿着脖子顽抗 我命苦啊 孩子他爹死在工地 我又当爹又当妈地将孩子拉着大 孤儿寡母的 谁都能来欺负我们呢 什么户口学区的 我根本不知道 我没有妹妹的好命 有美满幸福的家庭 还有爱你的老公 哪像我 什么都没有 凡事都要靠自己 我气得脸色铁青 你别跟我说这些 当初就是看你带孩子不容易 别人毛坯都租到一个月五千 我经装修 只给你要了三千 还有特殊时期 你说孩子没条件上网课 我又是拉网线 又是送电脑的 你是都忘了吗 陈平哭得梨花带雨 轻咬下唇 妹妹这么温柔大气的人 一定不会跟我计较的 眼见她油盐不尽 我气得直接掏出手机 行 既然你不肯承认 那我报警处理吧 听我要报警 陈平也不哭了 一把握住我的手 妹妹 姐姐没文化 你就当行行好 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问清楚 怎么回事给你个交代 就当姐姐求求你了 说着就要跪下来 我忙退开 又估算了一下报名的时间 最后还是心软了 限你一周内 把户口挪出去 学位给我腾出来 还有这套房子 下个月到期 你们就搬出去吧 陈平柔柔地硬了 再三保证 不会耽误我女儿读书 我这才离开 回到家 宋诚刚好下班 我把今天发生的事 跟她简单地说了一下 宋诚是个斯文人 不会说脏话 只能恨恨地骂了一句 太过分了 我给孩子洗好澡哄睡 坐到沙发上 打开朋友圈 意外地看到陈平发的动态 成租便一套房 看他确实有在做出行动 我便放下心来 和宋诚商量着 等陈平母子搬出去 请人重新装修一下儿童房 第二天 我送孩子去英语兴趣班 却听到几位家长 凑在一起聊八卦 我们那栋楼啊 有个单亲妈妈 经常把电瓶车 推到楼上充电 也不怕出事的 怎么有这种人呢 让物业去处理一下 怎么没有 物业也拿他没办法 哭哭啼啼地就往人家保安大爷身上倒 大家都不敢碰他 只能供起来 你们听说了吗 昨天他们家电瓶车差点失火呢 好在物业巡查的时候 发现了火星 及时地扑灭了 真是谢天谢地 后面他们再说了什么 我没有听清楚 可心里却突然有种不太好的预感 果然 物业那边的管理人员 给我打了电话过来 简单地将昨天的情况做了说明 对方有些欲言又止 我忍住怒气再三地询问 对方这才不好意思地解释 租你家房子的那个女人 在小区里到处说 自己老公就是这个家的男主人 这是传得沸沸扬扬的 本来不该我们物业来跟你说的 可实在是对面没再继续说 我却忽然觉得浑身冰冷 犹如兜头倒下一盆冷水 手脚几乎被冻僵 挂断电话 我硬是忍到孩子下课 将他送到爸妈家之后 专门去了趟新房物业 物业经理热情地招待了我 顶着大家八卦的目光 我随他进了独立办公室 李经理将昨天发现火光的 整个监控录像考给我 并再三交代 这家人实在是太难沟通 你身为业主 还是要为整栋楼的居民安全多多考虑 我陪着笑脸翻看视频 却意外地看到了视频中 宋承的身影一闪而过 他身上那套西装 还是我去国外旅游的时候 从免税店买回来的 不可能会认错 回家的路上 我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 干脆给宋承打去电话 电话响了八九声 始终无人接听 我有些担心 找个可以掉头的路口 往宋承单位开去 等我赶到时 他们单位楼下围了里三层外三层 熟悉又压抑地哭声 一声高过一声 我艰难地深吸一口气 然后拨开人群走了进去 却在看到陈平的瞬间 脑子瞬间轰得一声炸裂开 只见陈平瘫坐在地上 哭得满脸泪痕 怀里还搂着一个 又高又胖的男孩子 而宋承脸色 亲子站在一旁 憋了半天 憋出一句 你别胡搅蛮缠了 周遭人指指点点 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这种极品渣男呢 我大概听了一下 几乎都是在说 宋承是个负心汉 有了新欢 竟然要将妻儿赶出家门 陈平似乎受了极大的委屈 强忍住 哽咽哭诉 我也不想这样的 可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才会带着孩子来找你 可怜我们孤儿寡母 你有了新欢 不要我们就算了 还狠心要将我们扫地出门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 我只觉得头晕眼花 明明是他纠战雀巢 我却被编排成了小三 宋承他们单位是国企 很看重名声 陈平这么一闹 影响会很大 他估计就是拿捏住了这一点 才会闹到这里来 我掐住手心 努力地让自己平静下来 正要推开人群走到里面去 却忽然听到陈平 推搓着自己的儿子 边往宋城怀里塞 边声泪俱下 小宝 叫爸爸 叫爸爸就有学上了 我将在原地 神色复杂地看向慌乱的宋城 不一会儿 园区保安匆匆地赶来 将看热闹的人群驱散 宋城也在这时看到了我 他似乎被气得不清 嘴唇还在哆嗦 甩开陈平的手 三两步地走过来 急切地向我解释 我和他什么都没有 你要相信我 他在胡言乱语 陈平看到我 掩饰性地擦了把眼泪 羞愧道 妹妹 你别怪宋哥 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来找他 宋哥这么爱你 又怎么可能会跟我这种人 有什么牵扯 我冷冷地瞪了宋城一眼 你说实话 是不是早就认识陈平 宋城心虚地低下头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和他是一个村子里的 只是觉得没什么交集 所以就没告诉你 可我对这套说辞 根本不相信 所以把孙昊的户口 签到我名下的事 也是你做的 我嗓音尖锐 宋城听后 神色大便连连摆手 跟我没关系 我怎么会做这种 不知道轻重的事 咱们女儿 可还没学校读呢 我太阳学突突直跳 咬牙指问她 那怎么回事 难不成是我给她落的户吗 陈平却在这时 急切地插话进来 好妹妹 你就帮帮姐姐这一次吧 我儿子不能没有学校读书啊 只要你这次不追究了 小昊从现在开始 就是你的儿子了 说着她拍了下孙昊的背 快 叫妈妈 以后她就是你妈妈了 跟着这个厉害的妈妈 吃香喝辣日子 再也不愁了 妈妈是个没用的 不配当你妈 我张了张嘴 震惊在原地 不等我反应过来 孙昊恨恨地瞪过来 嘴里叫嚣着 我才不要这种 连儿子都生不出来的女人 当妈妈呢 而这时 陈平再想去捂她的嘴 已经来不及了 小孩子是不可能 会说出这么恶毒的话的 除非 与她朝夕相处的大人 把这些话 常常挂在嘴边 看着陈平 瞬间惨白的表情 我还能有什么不明白的 保安再三地催促 陈平只能带着孩子 灰溜溜地离开 宋承看我满脸郁闷 特意跟领导 请了半天的假 陪我去了商场 看电影散心 老婆 别生气了 为这样的人 气坏身体就不好了 况且刚刚那个孙昊 也才是个三年级的小孩子 小孩子的话 怎么能放心里去呢 她语气温柔 好像是处处都在为我考虑 我瞥了她一眼 将从物业那里 拿来的监控递给她 既然你和陈平根本不认识 又怎么会晚上去她家 宋承眸色微闪 顺势揽过我的肩膀 还不是我妈 上次不是给咱们 快递了一些 土特产 非让我给陈平送去一些 说好歹都是一个村的 在外还是要互相照顾 我和宋承是大学同学 她靠自己努力 从农村走出来 性格坚毅 为人风趣幽默 与我很是投缘 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们来从未红过脸 吵过架 所以这次 对于她的解释 我虽然狐疑 表面还是选择了相信 可这样的话 这件事实在是太奇怪了 陈平到底是通过什么手段 将孙昊的户口 从老家转到我名下的呢 我百思不得其解 宋承在我发顶落下一吻 别想了 传到桥头自然之 事情总会解决的 我闷闷不乐地点头 宋承将我带到奢侈品包包店 大手一挥给我刷了一个新款手拿款包包 我这才觉得心情好一些 她在一旁打去 包治百病 果然是真的 听她这么一说 我一天的烦躁一扫而空 中间 宋承去了一趟厕所 回来后 她欲言又止地看着我 我妈说想来看看咱们 我一愣 好啊 妈上次来 咱们家闺女刚出生 这一晃也有好多年了 见我不反感 宋承肉眼可见地松了口气 宋承工作忙 所以是我去车站街的她妈妈 一路上她都沉默不渝 却在即将到家时 突然出了声 南南啊 你和我们家宋承结婚也有七八年了吧 我将车倒进车库 抽空回她 对 快八年了 她笑了一下 我们老家结婚七八年的 少说也生了两个了 多得三个四个的都有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生二胎啊 我随口说道 暂时不打算 没想到 她态度立马变了 嗓音刻薄道 不打算 你和宋承都多大了 再不生 难不成是打算让我们老宋家绝后吗 我沉下脸 她健壮 赶忙放清嗓门 女孩子早晚都是要嫁出去的 生个儿子 以后娶个老实媳妇一起伺候你 哪样不比女儿强 妈都是为了你们好 还能害你不成 没有儿子 会让人家看不起的 会被戳几辆骨的 我极力地忍耐 才没让自己当场发飙 只是不嫌不淡道 妈 二胎的事 我会跟宋承商量的 咱们赶紧上楼吧 听我这么说 她这才满意地笑了 到家以后 我从鞋柜里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拖鞋放下 正要开口让她换鞋 尘和花头也没低 直接穿着鞋走了进去 早晨刚刚下过雨 鞋底难免沾了灰尘 等她走过 果然一地脏污 我正要提醒她 陈和花却莫名其妙地啊了一声 南南啊 妈突然想起来 晚上约了老家的亲戚来做客 你赶紧去菜市场买点海鲜啊 鸡鸭呀什么的 总不好让客人来了吃不上饭 我尽量地让语气平静 现在可以网上买菜的 直接下单 半小时左右就能送到 还有我怎么没听宋城提起您家 在京市还有亲戚 这么突然也没有个准备 是血缘关系很近的亲戚吗 陈和花嫌弃地瞥了我一眼 怎么 就许你们城里人有亲戚 我们农村人不配有亲戚是吧 还有啊 不是妈说你 这过日子怎么能像你这样 买菜当然要买新鲜的 还要货比三家 看看哪家最便宜最实在 要是都像你这样网上购物 阿城忙里忙外在外挣在多钱 也不够你这么花的 我不想跟他争论 宋城那点工资 根本不够家庭开销 最近事情本来就多 我被他念叨得头疼 只能一声不吭地出了门 刚到车库 我就给宋城打去电话 将事情跟他讲了 说到最后烦躁不已地埋怨 我明明没有瞧不起他的意思 咱妈总是这么误会我 宋城在电话那头低三下四地求饶 老婆最棒了 妈难得来一次 你就当给我个面子好不好 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挂断电话 我越想越气 干脆先去了星巴克买杯咖啡 坐下处理下工作室的邮件 我名下经营者 一间规模不小的画室 和国外有展览业务上的往来 平时大多是线上办公 这段时间忙着孩子的事 邮件积攒了一大堆 等处理完 天已经黑了 我伸个懒腰 拿出调成静音的手机看了下 好多未接来电 全是婆婆的 这个时间点 家里的保姆 应该也将我女儿 从兴趣般接回来了 于是我顺手打开了 家里的智能监控 想问问女儿吃不吃披萨 回去的时候顺路打包一份 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陈平和孙皓竟然会在我家 孙皓正坐在地上 摆弄我给女儿新买的洋娃娃 整个客厅就像是被打劫过 一片狼藉 陈和花穿着鞋盘腿 坐在我的真皮沙发上 对保姆遗址气势 而桌子上摆着我给女儿 买的进口蓝莓 陈平正义苛刻地喂给孙皓 我的女儿伸出手 想自己拿一颗 却被陈和花一掌 打在手背上 孩子吃痛 立刻哇哇地哭了起来 我猛然站起身 不小心带翻了咖啡杯 可我顾不上了 拿起钥匙就朝车库去 监控里 孙皓突然动手 狠狠地将我女儿推开 撞到了身后的电视柜上 紧接着 她就开始嚎啕大哭 陈和花听到哭声 二话不说就跑过去 将她抱在怀里 一个劲地喊 小祖宗有没有磕到哪里 而我女儿不明所以 哪生哪气的解释 是哥哥先推我的 陈和花老脸上的皱纹 狠狠地皱在一起 而后 小心放下孙皓 几步走到我女儿身边 开始掐她 边掐边骂 你个桑门星 和你那没用的妈一个样 女儿疼得哇哇大叫 保姆冲出来劝 却被陈平扇了一巴掌 镜头内混乱一片 我看得目自欲裂 恨不得立刻能飞回家 等我到家的时候 宋承正准备开门进去 见到我 她仰起笑脸 怎么才回来 咱妈说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 都没人接 担心你出事呢 我冷冷地瞥了她一眼 应该是巴布的我出事吧 她不悦地醋眉 我根本懒得跟她浪费口舌 一把将她推开 开门冲了进去 陈平第一个发现我 笑容温婉地迎了上来 妹妹 你可算回来了 我们等你好长时间了 我一眼都没看她 冲到女儿面前 将她小心地抱起来 看着她小脸上的眼泪 我心疼坏了 宝宝不怕 妈妈回来了 女儿挖的一声搂住我的脖子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妈妈 我要妈妈 我要妈妈 我心痛极了 也跟着掉下眼泪 陈和花扇笑着解释 嗨 这孩子回家看不到你 一直哭着要找妈妈 我和小平轮流哄都没哄好 这城里的孩子就是有个姓 闭嘴 我直接瞪过去 狠狠地打断她的话 陈和花立马不干了 跑去跟宋城告状 你看看 你这个老婆 说两句就让我闭嘴 怎么说我都是她的长辈 哪有这么跟长辈说话的 没教养 宋城为难地看着我 男男 咱们不是说好的 别惹妈生气吗 我冷笑连连 安抚好孩子后 叮嘱保姆带着孩子 去房间里待着 等确定他们听不到了 我直接走到陈平身边 抡起膀子左右开弓 甩了她两巴掌 陈平脸颊瞬间肿起 委屈巴巴地小声抽气 我就知道 我不该来的 又惹妹妹生气了 我总是连这么一点小事 都做不好 陈和花像榨了毛的猫 扑过来拦在我面前 你做什么 婆婆 这个女人就是你口中 所说的亲戚 我嘴角擒着冰冷地笑 她们是第一次见我发火 面露惊恐不敢接话 我指着孙昊 刚刚不是在监控里 还很厉害吗 为了外人的儿子打我女儿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才是你们宋家的种 话音刚落 宋承震惊地看向她妈 你说什么 妈 你打我女儿了 陈和花哽着脖子 心虚地解释 儿啊 你别听她胡说 孩子找不到妈妈哭闹 我身为奶奶 哪有不心疼的 宠着还来不及 哪里舍得跟她动手 她话音刚落 门口传来敲门声 宋承打开门 物业安保队的人 站在外面 顾小姐 我们接到您的电话 说家里有陌生人闯入是吗 我点头 指着陈平 没错 就是她 麻烦帮我把她请出去 说着话音一顿 指向陈和花 还有这位 也一起请出去 我不认识 保安队长鱼贯而入 宋承荒了 她左解释一句 右解释一句 可我只是冷冷地看着 并不开口 陈平委屈地扶着 气到浑身颤抖的陈和花 三姑 南南妹妹不喜欢咱们 咱们赶紧走吧 再带下去惹得她不高兴了 宋哥的日子 以后更难熬了 陈和花听了 瞬间来了力气 大着嗓门怒骂 老婆子命苦悠 碰上这么个糟心的儿媳妇 不会生儿子就算了 还不孝顺 老话都说 不打不听话 小承 你给我狠狠地揍她 让她知道 什么是男人才是天 我目光如炬 看向宋承 她神色犹豫 逃避般地抱着头 蹲在地上 嘴里念叨着 别逼我 别逼我 我对她彻底地失望 保安将人赶到门口时 我一把拉住了 孙昊的手臂 扯到了身后 陈平 我还要多谢你 把这么大个好大儿 处心积虑地 记在我名下 你走吧 她的监护人 现在是我 和你没有一点关系 话音落下 这回 换陈平傻眼了 她咬着下唇 眼泪啪哒啪哒地 掉个不停 求助地看着 身侧的陈荷花 陈荷花眉头一拧 劝道 既然南南 愿意认小昊 这个孩子 那就再好不过了 两人一步三回头地 离开我家 将孙昊留了下来 我将孙昊 交给宋承代 转身接了女儿 送去了爸妈家 并将情况 大概跟父母说了一遍 我妈气得不轻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勉强笑着安慰她 爸妈 你们放心 我能处理好 爸爸接连叹气 最后什么都没说 只是递给我一张银行卡 里面有五十万 我帮你打听下厉害的律师 放开了干 爸妈给你撑腰 事情发生这么多天 我无人诉说就算了 现在就连宋承都很可能背叛了我 说不难过肯定是假的 我接过钱 再三地保证自己可以 爸妈留我吃过饭 这才放我离开 四日一早 我没事人一样 起床要去送孙昊上学 宋承从背后贴上来 语气感叹 男男 娶了你 我可真是祖上积德了 我不动声色地避开 看来 你还挺想让孙昊给你当儿子的 宋承没有听出我话中的深意 无比感叹道 我妈一直催咱们生二胎 最好是要个儿子 在我们村 生不出儿子是要被笑话的 你也不想你老公被人嘲笑吧 小昊直接认了你做妈妈 这不是也省得你再经历一次生产的痛苦吗 她话里似乎勾矩都在为我着想 我冷淡地笑了笑眉说话 直接带着孙昊出了门 到了学校 我静止去了校长办公室 递上了事先准备好的转校申请 校长和我父亲是大学校友 事先已经知道了情况 将户口本付印件留下后 便在申请上签了字 临出门时 校长真诚地建议 当务之急是查清楚 到底是谁经手 将孙昊这孩子的户口转到你名下的 我再三递倒了血 将从孙昊那里收集来的毛发 以及我的样本 一起送去了亲子鉴定中心 等待结果的这段时间 我对孙昊好的不得了 他想要任天堂游戏机 我二话不说刷卡买了 想要电话手表 买最新款 想吃零食披萨 外卖不间断地往家里送 不想写作业 我干脆趁转校手续 还在审批 直接给他请了一个月的假 每天带他去各种乐园玩耍 只要他提出来 无论什么条件 我都全部满足 孙昊沉浸在幸福里 已经将他的亲生母亲 抛至脑后 不过几天时间 对我的称呼就变了 从最初的未到阿姨 再到妈妈 后来干脆直接喊仙女妈妈 我都笑着 一一地接受 还会顺带夸奖他一句 真是乖巧又懂事的孩子 女儿新学期报道的最后一天 孙昊的亲子鉴定终于出来了 报告显示 他和我并无血缘关系 带着这份报告 我去了趟派出所 并提供了一份经过鉴定的冒名签字证明 有了这些东西 我顺利地拿到了孙昊户口 打回原籍的通知单 并将学位未被占用的证明材料 递交到了学校那边 我女儿终于顺利地被录取 这也算是解决了我这段时间以来 最大的心病 当天晚上 我带着孙昊 回去了出租屋 陈平他们被我赶出门后 继续死皮赖脸地住在 我买的学区房里 见我来了 陈和花脸不是鼻子不是鼻子 精明的视线 落在我提着书包的手上 我把话放在这里了 就算你买了山珍海味来认错 我也不会轻易地就原谅你的 更不要提让我跟你回去了 顺着她的目光 我将视线落在书包上 便明白她这是误会了 妈 您放心 既然你喜欢住这里 我自然不会勉强你跟我回去的 陈和花面色微僵 不自然地别开了眼 我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屋子 沙发上一个骨架的手拿包 和上次送成送给我的一模一样 还有陈平戴在手腕上的高奢手镯 去年生日 闺蜜曾送了我一只 我努力地保持平静 暗自将这些都记在心里 陈平许多天没见到孙皓 正心甘宝贝地喊着去搂她 却被孙皓冷漠地避开了 我才没有你这么空门小气的妈妈 我的妈妈是她 说着小手一抬 指向我 陈平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小皓 你不认妈妈了吗 我冷眼看着 将书包和孙皓的一些东西 放到桌上 这是孙皓户口打回原籍的通知 她如今不在我的户头下了 监护人自然就不再是我了 我也没有替别人养孩子的体好 这就把她给你们送回来了 听我这么说 三人皆是愣住 孙皓挖得哭出声 要来抱我的大腿 却被我轻易地避开了 我低下头 轻轻地拍了拍孙皓的发顶 好孩子 你是你陈平妈妈的亲儿子 我要是带你走 那可就是拐卖儿童了 唉 说来说去 还是咱们没有母子缘分 我将话说完 也不管他们什么反应 转身离开 后脚即将踏出大门时 我啊了一声 回过头 对了 陈平 这房子的租期还有五天 你可要抓紧时间了 出了单元楼 我抬头看去 楼上隐约地传来孙皓的哭号 还有陈和花不甘心的怒骂 回到家 我直奔衣帽间 一番清点后 除了古家那个手拿包 其他的饰品果然不见了 我浑身颤抖 却不忘用电脑调出监控 宋承回家的时候 第一时间询问我孙皓 怎么不在家 我强忍质问的冲动 陈平将他接回去了 他猝眉 眉在追问 去了阳台打电话 我懒得搭理他 直接锁了书房的门 以有工作处理为由 让他不用管我 而实际上 我查了整夜的监控 除了丢的贵重首饰 我还从监控里 看到了陈平上门那天 偷偷四去我的化妆台 顺走不少贵妇面膜 另外还去衣柜 偷拿了一套红色内衣 那套内衣 是我结婚那天穿过的 后来洗干净 被收在了角落里 看到这些 我一阵恶寒 将视频快速地 拷贝下来后 我匆匆地出门 前往化室 化室合伙人沈安然 早早地就等在那里 见我来递过来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 这黑眼圈重的 还以为你连夜挖煤去了呢 可我实在笑不出来 拿出文件袋 从里面拿出了另外一份亲子鉴定报告 递给了它 自从有了怀疑后 我借着自己做鉴定的机会 将宋承毛发样本 也一并送检了 而报告显示 宋承和陈昊存在血缘关系的概率为 百分之九十九 可宋承在我的再三追问下 给的解释是 孙昊是他那个早死哥哥的私生子 沈安然刷地坐直了身体 一脸恼怒 他算什么东西啊 看着老实芭蕉的一个人 悄摸摸地搞了个好大儿出来 想让你无痛当妈 他性子直 可话操理不操 我抿了口咖啡 算盘珠子就拆崩我脸上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他问 我故作洒脱道 当然是让他净身出户了 难不成还留着过年吗 晦气接着话锋一转 但你得帮我个忙 一旦离婚可能涉及财产分配 这渣男 我一分钱也不想给他 沈安然大手一挥 包在姐妹身上了 我这就找个靠得住的去送城老家一趟 证据越多 对你越有利 商量好这些 我去了趟派出所报案 然后才回了家 去没想到 我爸妈竟然来了 一旁还坐着满脸刻薄的陈和花 见我回来 陈和花嘴巴一撇 我说亲家母亲加工 我来了京市也有段时间了 你们不说禁地主之意就算了 女儿还把我这老婆子赶出了家门 你们家好歹也是书香世家 怎么会交出这样不孝顺的女儿 我妈当即枪声 我们家女儿怎么样 我们自己心里清楚 倒是你这当婆婆的 刚来就对我女儿挑三拣四 我倒是想问问 你的教养呢 我深吸一口气 沉着连走过去 宋城 怎么回事 宋城尴尬地站起身 南南 咱妈被你赶出去 也有好几天了 再大的恩怨也该消气了 我被看不如你今天当面跟妈道个歉 再买点补品孝顺下咱妈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她刚说完 我爸冷冷地哼了一声 小城啊 我如果没记错 这套房子是我们家 南南的婚前财产 而且你们结婚前做过公正的 宋城一直有些触她 文言沉声应了 我爸接着说 既然是南南的所有物 我想她有这个权利 决定谁能住进来吧 是不是 南南 爸爸说这番话 明显地是在为我撑腰 我看向宋城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直截了当道 既然你觉得是我的错 那你收拾下东西 和你妈一起离开我家 陈和花怒不可疑 插着腰开始撒泼 什么你的 这房子是我儿子的 要滚也是你们滚 我沉下脸 正要给物业打去电话赶人 宋城的电话响了 陈平慌乱的哭声 一丝不漏地传了出来 宋哥 你快来呀 南南报警说 我偷了他的东西 现在警察要把我带走 你快来 救救我 宋城脸色大变 看向我的目光陌生 又夹杂着愤怒 陈平催得急 他只能带着陈和花 急匆匆地离开 他们走后 爸爸抬手 愤怒地拍在桌子上 离婚 必须离婚 宋城根本不是一个 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 妈妈在旁红了眼 我们南南这么优秀的女孩子 怎么会遇到这种 表里不一的人渣 爸妈都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即便我没有告知 孙昊是宋城亲生儿子的事 他们心里也多少猜到了一些 我只能先安慰他们 这样 这家人实在是太泼皮无赖 你们这几天收拾下 带着孩子去海南度个假 等一切处理完 你们再回来 爸妈也觉得这样更好 当晚便回家收拾东西 准备即刻动身 他们走后三天 我忙着观庭化室 对外声明经营不善导致破产 宋城为了陈平被拘留的事 找了我几次 都被我拒之门外 直到他去了女儿的兴趣班 得知孩子请了长假 便彻底地坐不住了 他在家门口堵我 这次我没有避开 让他上车 直接带着他去了法院 当着他的面地交了 起诉离婚的申请 宋城不可置信地抓着我的手 你这是做什么 哪有夫妻不吵架的 总不能为了点小事 就离婚吧 我嫌恶地甩开他的手 拿出手机按下 沈安然调查来的证据 视频中 几个村民操着口音 却不难分辨说了什么 宋城的大哥死了十几年了 哪来的八岁的儿子啊 你们说的是孙昊那孩子吧 那是陈和花的乡好 陈平的儿子 那年寒假 趁着宋城那孩子喝醉了 怀上的 视频到这里戛然而止 按照村民的说法 在我和宋城恋爱期间 他就已经有了儿子 看完视频的宋城脸色煞白 身子软得站都站不稳 在人来人往的大厅 趴得跪了下来 楠楠 我错了 我也是无辜的 我真的不想的 求求你 别离开我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看着他痛哭流涕的模样 我恨不得戳下自己的眼睛 当年眼瞎到什么程度 才会选择了他 最后 宋城净身出户 他干脆破罐子破摔 搬进了那套学区房 无论我怎么做 都不肯搬走 陈平更是开启了直播 暗戳戳地往我身上倒脏水 暗指我才是那个 拆散他们这对苦命鸳鸯的人 一时间引起了 广大网友的热烈讨论 我都选择了视而不见 宋城他们愈发得意 借着这个东风 开启了直播带货 收了不少坑位费不说 还在直播间叫嚣 要让我以后跪在地上求着他们原谅 直到宋城所在单位的上级集团 派出审查团 我将他偷盗的视频 冒充我签字签户口 以骗婚的种种罪行整理起来 发布到了网上 一夜之间 他们的口碑发生了两极反转 供货商纷纷要求退费 还有不少网友自发选择退货 更重要的是 审查团留意到了大出风头的宋城 私生活不检点 无故矿工 有偷到钱科等等 让他成了过街老鼠 工作没了 也没有企业愿意再要他 而带货引起的集体退货 产生了高价违约金 听说 宋城带着陈平他们 狼狈地回了老家 而我趁他们离开 带着房产正鞘了锁 换了个新的后 直接挂网上卖掉了 我的画室在国外众心开业 孩子也被我带来国外读书 听说后来 宋城回来过京市 想求得我的原谅 他找不到我 于是 闹到了我爸妈的单位 可他忘了 我爸妈都是高精人才 就连住的小区门口 都有人日夜24小时职守 他跑去闹市的结果 就是被拘留 再见宋城时 我受邀回国参加一场慈善晚宴 却意外地遇到了陈平 他似乎混得还不错 打扮得珠光宝气 陪在一位大肚男富商身边 富商眼皮低垂 不耐烦地看着跟在一旁的孙昊 陈平看懂眼色 盲推了孙昊一把 小昊 叫叔叔 谁知道 孙昊这些年脾气健长 狗屁叔叔 又老又臭 都能当我爷爷了 周遭人 扑痴笑出了声 富商面上无光 抬手推了他一把 孙昊梅站稳 撞翻了展柜里的一座水晶雕塑 那是某位大师的传世杰作 价值不可估量 富商见出了问题 抛下陈平母子正要匆匆的离场 宋城就是这个时候冲进来的 他胡子拉叉 眼眶充血 看到陈平就一顿拳打脚踢 老子还活着 你就给老子戴绿帽 要不是你 我会妻离子散 失去一切吗 我不想好 你也不要想好 他打红了眼 反手抄起地上的水晶碎片 砸到了陈平头上 顿时血流如注 等保安赶来时 陈平已经摊在地上 一动不动了 宋城被警察带走了 听说后来被判了无期徒刑 在里面疯了 女儿十岁那年 和我常年保持合作关系的国外客户大卫 在大片的玫瑰花海里向我求婚了 亲友齐呼嫁给他的时候 我下意识地看向笑容灿烂的女儿 她跑过来 扑到我的怀里 妈妈 我希望你幸福快乐 大卫操着不太流利的中文 蹲下来朝他伸出手 故事二 今天之前 我一直以为 我家跟别人家不一样 每次在网上 看到那种关于重男轻女 福地摩原生家庭之类的帖子 我都忍不住吐槽几句 我想说 不是每家爸妈都是那样偏心的 不是每家姐姐过得都那么惨的 至少 我生而幸运 然而老天爷似乎觉得这样的幸运 对我来说还不够 他竟然让我中了一张一个亿的大奖 我看着彩票上的双色球 一遍一遍擦拭着双眼 仔细核对着开奖号码 没错 我就是一等奖 这张彩票 是我一周前心血来潮 随手在路边买的 选的号码囊括了 我们一家四口的生日 没想到 真的中了 一个亿的大奖 扣除税费后 到手八千万 当时我只觉得 整个人都是飘起来的 脑子一片空白 我赶紧从公司请了假 开车往家赶 我迫不及待想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我爸妈和杨阳 这段时间 正赶上乡镇里通知我家老房子 要拆迁 我爸妈商量下来 准备把拆迁款 给我和我弟一人一半 可现在 我们有了这么一大笔钱 我们完全可以 搞个像样的别墅了 爸妈辛苦一辈子 到老了 还在为我们姐弟操心 现在终于可以过上 安逸舒适的退休生活了 我越想越兴奋 结果乐极生悲 碰一声 车子撞到了绿化带上 还好巨大的气囊弹了出来 我伤得不算重 人到医院后 医生给我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眉骨伤的口子只是皮外伤 缝了两针 但轻中度的脑震荡 可能会引起 一件歇性失忆之类的症状 医生这样对我爸妈说 我靠在病床上 扶着脑袋上的纱布 此时此刻 我还没从中奖的喜悦里 拔出心情 摸了摸口袋里的彩票 我决定跟爸妈开个小玩笑 叔叔阿姨 你们是谁呀 我眨眨眼 学出电视剧里的浮夸演技 我妈眼泪当场掉下来 扶着我的肩膀 一通哽咽 言言 我是妈妈呀 言言你真的不认识妈妈了吗 我爸还算比较淡定 扶着我妈肩膀劝导 没事没事 医生都说了 时一时正常的创伤现象 转回脸 他又看向我 言言 我是你爸爸呀 你现在脑袋什么感觉 是很疼 还是很乱 你先等一下 爸妈叫大夫给你看看 说完 他拉着我妈出病房 我一看到大了 赶紧追上去 不是 爸我开完 可我刚追到门口 却发现 我爸并没有带我妈去找医生 而是钻进旁边的防火梯里 我很好奇 点着脚跟上去 我跟你说 言言现在既然什么都不记得了 拆迁的事 咱要么干脆就别跟他说了 我爸说 我妈 你是说 不告诉他拆迁拿多少钱 我爸 咱本来就说好的 120万在省城给羊羊买套全款的婚房 要不是你那天说漏嘴 本来也不打算让言言知道的 我妈轻轻长了下嘴 我那会儿也就是脑袋一抽 那你说言言都知道了 咱总不能那么明着偏心嘛 我爸 所以老天也帮咱不是 现在言言失忆了 压根都不记得这事 等下个月拆迁款到位 咱们都不吱声就行了 我妈 那我得赶紧跟羊羊打个电话 让她把嘴也给封言识了 我躲在墙根 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拳头 我叫陈妍 今年二十五岁 我弟陈阳比我小两岁 从小到大 弟弟有的我也有 吃穿用度上 爸妈从不缺我的 甚至还会因为弟弟淘气 而更加偏心我一些 爸妈总说 我是小棉袄 甚至教育羊羊 要保护姐姐照顾姐姐 可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所谓的爱 不过就是 爱给女儿 钱给儿子 但羊羊呢 他从小跟我一起长大 我们的感情是真挚的 是不受爸妈影响的 我想 至少我弟弟 还是在意我的 面对爸妈的不公平决定 他一定不同意 这样分配的 我坚信 我妈接通了我弟弟的电话 打着免提 跟我爸爸一起听 果然 我弟不负我期望 爸妈 这样不行的 我爸 有什么不行的 你姐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 连我们是谁 她都不记得 这笔钱 她原本就没必要知道 我妈 是啊 羊羊 你想想看 你姐名牌大学毕业 现在一个月工资 就有一万多 条件肯定是比你好的 而且她是女孩 将来用不着自己买房子 她男朋友是本地人 将来直接嫁过去不就完事了 但你不一样啊 你是男孩 没有全款房子 捏在手里 哪个女孩肯嫁给你 我弟 可是大夫也说了 我姐是短暂性失忆 又不是永久性失忆 万一哪天她想起来了呢 我爸 没那么容易想起来的 更何况这种事 就算她想起来了 也不能百分百确定 毕竟是脑子里的事 我妈 而且 想起来又怎样 难道她跟我们闹 跟我们撕破脸吗 说实话 我和你爸 对她已经够可以的了 养她长大 供她念书 把她一个丫头骗子 跟宝贝儿子一碗水端平 还不够她的造化 我爸 我和你书败兄弟四个 就她这么一个女儿 要不是你奶奶疼她 我都不能让她上高中 我妈冲我爸说 你还好意思说 你妈可真有意思 人家疼孙子都疼不过来 她倒好 竟然把自己的棺材本 都拿出来供孙女了 我爸摆手 行了不说这个了 杨杨 爸妈跟你讲的话 你可记得了 一会儿过来看你姐 拆迁的是 一个字都不要提 我弟在电话那端 沉默了几许 我明白 主要就是 他真的跟我姐掰了 他马上结婚了 不是吗 姐夫给的彩礼 我还想借来装修呢 我想要不这样 万一我姐将来 真的想起来了 我们就说 那房子没 拆到那么多钱 开发商反悔 一共就给了十万八万 给你俩留着养老了 我心说 到底是念过书的 不仅脑子比我爸妈好使 格局和眼光也比他们大 我妈 行 到时候咱们再商量个对策 万一他想起来了再说吧 我偷偷回到病床上 眼泪止不住流 口袋里的彩票 紧紧贴着我的大腿 着痛又讽刺 在我第一时间 想着该怎么花钱 让爸妈和弟弟 都过上舒服日子的时候 他们却在盘算着 该怎么瞒着我家里 拆迁分道钱的事 爸爸的冷血 妈妈的偏心 弟弟的自私 这所有的一切 却被我一个人 可怜巴巴地 自我攻略成为爱 我做梦也没想到 假装失忆开玩笑 叫出的一句叔叔阿姨 代价竟然是我 真的失去了爸爸妈妈 不过还好 我还有钱 半小时后 我弟来医院看我 一家人围着我 嘘寒问暖 小心翼翼地 试探着我仅存的记忆 我乐得入戏 至少 我对他们的生疏和冷淡 也被当作是 失忆后的现象 而不会轻易 被察觉到异常 只是当我妈提出 要给我换衣裤的时候 我拒绝了 我不会让他们知道彩票的事 就如同他们一家三口 对我咬死不提拆迁的事 第二天 杨明过来看我 他在外地出差 我早上才跟他说 我出车祸的事 他立刻买了机票赶回来 我爸妈很惊讶 严严 你还记得杨明 我连连点头 嗯 我好像就记得杨明了 除了跟他在一起的事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 我可怜巴巴地看着杨明 杨明 你接我出院行吗 我想先住你那里 我跟杨明是大学同校 我们在一起三年多 已经在准备谈婚论嫁 他比我大两岁 现在是一家银行的职员 收入稳定 家属清白 长得也干净帅气 重要的是 他对我真心 叔叔阿姨 你们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严严的 杨明帮我拿了行李 对我父母郑重承诺 我跟着他上车 一坐进去 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严严 你怎么了 杨明搂着我 十分紧张 哪里不舒服 我一边流泪 一边摇头 我说 杨明你还记得了 我们以前说过 等结婚了 我想生两个孩子 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就像我和我弟弟一样 因为我从小就过得很幸福 我想复刻这种幸福 杨明身当场猛了 我记得呀 可是你不是 不是失忆了吗 我摇头 我说 我是假装的 我只是跟我爸妈 开了个玩笑 没想到 他们竟然趁机 想要将我家 拆迁补偿的事 永远隐瞒了我 杨明愣了几秒 哑了哑声音 你是说 你家的拆迁款 一百多万 你爸妈一分 都不打算给你 全留给你弟弟 我也愣住了 我以为至少这一刻 他应该更关心的是 我在这件事里 受到的伤害 而不仅仅是这些钱 到底归属于谁吧 回到杨明的公寓 我借口头晕 进卧室躺下了 我听到杨明 在外面打电话 打了一个多小时 好像是跟他妈 言言 我跟你说点事 就在我睡得 迷迷糊糊糊的时候 杨明进来了 我被他床上拖起来 脑袋晕糊糊的 言言 你家拆迁的事 你真准备 就这么算了吗 我双手一摊 那不然嘞 老房子是我爸妈的 拆迁拿到的钱 他们愿意给我地 还是给我 那是他们的自由 我是没有资格 去争抢的 杨明皱着眉 沉吟一阵 言言 我知道这事 不该我来提 但你爸妈这么偏心 我们也不能吃哑巴亏呀 我觉得 他们之所以 趁你失忆这么做 还是因为觉得 拉不下脸 要不你跟他们 说实话吧 一百多万不是小钱 你看我这个房子 才不到八十平 原本咱们打算 拿了这笔钱 置换一套大的 你将来 不是还想生 两个宝宝吗 我摸摸肚子 讲实话 我现在一个 都不想生了 既然没有办法 真实公平地 去爱孩子 没有为了体验 养育子女的 快乐的觉悟 要来干什么 添堵吗 给自己 也给孩子 杨明 我不会去跟他们 主动说的 但我会给他们机会 或暗示 我希望他们能够 良心发现 但主动挑开事 撕破脸 没必要 爸妈偏心 弟弟自私 但他们终究 还是我的家人 我无法做到 不爱他们 只是有些东西 再也回不去了 但至少 我以为我还有杨明 开放对讲那天 一大早 我让杨明请个假 陪我医院复查 然而他拒绝了 我单位有事 走不开 你也没什么难受的 要不等几天再说吧 这几天 我明显感觉到 他细事重重 对我的态度 也冷淡了不少 他不知道 我说是去复查 其实 我是想要他 陪我去对彩跳的 但既然没空 我自己去好了 我戴着墨镜口罩 全副武装 早早来到了彩票机构门口 工作人员办完手续后告诉我 奖金会在十个工作日内到账 我表示奖金到账后 我会给你们机构捐款二十万 他们的经理立刻跑出来 攥着我的手 一个劲道谢 这是我在网上查的流程 二十万的承诺 会促使他们用最短的时间 给我安排流程 这不仅是人性问题 也是信仰问题 一个人有福气的时候 更是要懂得感恩与回馈 我想 今晚回去就告诉杨明 我们要好好规划下 这么一大笔钱 但我没想到 一进家门 杨明的妈妈竟然来了 我之前见过杨明的妈妈 都是笑脸相迎 磕磕气气的 但这会儿见她上门 表情明显不对 我来就跟你说几句话 你先看看这个杨明妈招手 让我过来查鸡这边 我看到上面摆着一张A4纸 密密麻麻 很多条款 我 婚前协议 杨明妈 不算正式的 先跟你沟通下 觉得能接受 咱们就找个律师 重新拟定 我拿起协议书 一眼扫过去 眼珠子差点没精掉了 杨明妈一边瞧我 一边解释 这第一条 我加出二十万块的彩礼 主要是觉得 没有这个过场的话 大家脸上都没面子 但这钱既然是过场 肯定是要退还我们的 杨明这套房子 做你们的婚房 婚前财产 跟你没有关系 即使发生什么意外 咱就是说 万一杨明有个三长两短 这房子也是我和他爸的 你无权继承 你们两个先把婚礼办了 然后正式生活在一起 两年之内 你要怀上孩子 第一个孩子 怀上三个月后 可以领结婚证 如果第一胎是女孩 两年之内 一定要再生第二胎 两人的婚后收入 自己赚钱管各自 女方怀孕哺乳期间的费用 可以由男方来付 我实在看不下去 也听不下去了 阿姨 这是您的意思 还是杨明的意思 我实在不能理解 我和杨明自由恋爱 两家条件不能说旗鼓相当吧 但也都是工薪阶层 我家也没比他家差多少 这样丧心病狂的婚前协议 他们是怎么一个字 一个字敲出来的 杨明妈 陈妍 这不是我的意思 也不是杨明的意思 而是你爸妈的意思 杨明妈 他们自己出而反而 强行天心 自己都不在乎自己的女儿 我们怎么疼惜你 我们也担心 跟你们这样的家里结了亲家 将来麻烦一箩筐啊 我沉默了 确实 站在杨明妈的角度 去看待这件事 人家也不过就是想要 保护自己的利益 我给杨明打了个电话 问她到底什么意思 妍妍 我妈也是在气头上 你别急 我处理完手里的事就回来 回来我们再商量 我说 不用商量 我就问你 你什么意思 杨明沉默许久 炎炎 我觉得 你还是应该去争取一下 属于你的利益 你爸妈这么偏心 好事都给你弟弟 将来说不定 还要靠我们养 说实话 我也不是很愿意 我呃了一声 明白了 那我回去了 我离开了杨明的家 发了条消息 跟他说分手 他没回 成年人的世界 没必要太多矫情 杨明妈说的一点没错 我爸妈都不疼惜我 难道我会指望 外人理解我的难处 可惜了 我怀揣这么一大笔钱 我爸妈没福气 我弟没福气 杨明更没福气 回家的路上 我找了一家打印店 让老板用软件 给我排版了一份病例格式 然后 我给了他二百块钱 让他帮忙 刻了个随便什么医院的账 炎炎 你怎么回来了 我妈看我进来 先是一惊 杨明送你回来的 我摇摇头 妈 我分手了 我妈表情顿时 呈现出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复杂 这 怎么会 你们两个不是好好的吗 我 其实有一件事 我没敢告诉你们 我抱着我妈的肩膀 抢挤出几滴眼泪 然后从口袋里 拿出那张假病例 上面写着炉内胶质流 我确诊了脑癌 我哭着说 那天车祸 就是因为我突然头晕才撞的 医生说 这个是恶性的 甚至我 我失忆 也有可能是这个肿瘤导致的 我说 杨明看到我的报告 就提了分手 他不要我了 我现在又失忆了 想不起来很多事 也没办法去工作 妈 你们救救我吧 我不想死 没事 没事的炎炎 妈帮你想办法 我妈一边给我擦眼泪 一边冲着里面喊 她爸呀 炎炎回来了 你快出来 将我安顿下来 爸妈又躲到阳台去开小会了 他们可能以为我睡了 其实我在小房间的窗户上留了一道缝 能够听得一清二楚 我妈 你说炎炎这个病 能治得好吗 我爸 难说 我刚问了我一个神经外科的同学 这玩意儿 有的开炉 一次就能去根 有的两三次 还有的直接下不来手术台 人才两空 我妈声音哽咽了 真是作孽呀 我们炎炎怎么会的这样的病啊 我爸低头抽烟 关键是手术费不便宜 少则十二三 多则三五十 关键是育后情况怎么样 谁也不敢打包票 我妈 那怎么办 行不行 也得去医院再看看 再问问医生啊 我爸 没用的 你就是真去了 医生说 先准备个三五十万 但手术成功概率 只有三分之一左右 你是做还是不做 我靠着墙 听着声 心脏微微揪起 好半天 我都没听到我妈的回应 后面的话 都是我爸一个人在说 你看我妈 去年摔断了腿 在床上躺了大半年 亦要飞向流水一样 哗哗的 这还是八十多岁的老太太 可炎炎呢 她还不到二十六 你说万一这个手术失败了 人要是没了 两眼一闭也算是解脱 但要是半身不随呢 小脑萎缩呢 瘫痪 植物人怎么办 杨阳就比她小两岁 将来咱俩都不在了 她拖着一个残疾姐姐 这辈子不都完了 依我看 保守治疗吧 回头去乡下找个中医 扎几针 吃点药 听天由命吧 终于 我妈也停止了哽咽 你说这个杨明 也太无情无义 本来都要谈彩礼了 一看炎炎有病 跑得比兔子都快 简直不是东西 我爸 这也怪不了外人 那杨阳将来娶老婆 你也不会要个有病的呀 我妈 要是能趁着她发病之前 找个人嫁了就好了 不管怎么说 咱家炎炎长得漂亮 又是名牌大学毕业的 说不定还能回一笔彩礼 正好给杨阳那个新房子装修 我彻底心死了 但我真不能怪爸妈 我怪我自己 读了那么多书 难道还不明白 人性是不能考验的道理 我突然大声尖叫 然后直接倒地 抽搐 扭曲 爬行 还做了几个臀桥 炎炎 我爸妈冲出来 大惊失色 炎炎 你怎么了 我头疼 我说我头疼得不行 我快要炸了 我抓着我爸妈的手 挤出大滴大滴的眼泪 爸 妈 送我去医院好不好 我疼 我想活下去 然而 我妈只是含着眼泪 给我冲了一杯奶粉 告诉我 喝点就好 喝点就能睡着了 冲奶粉的时候 我看到他放了安眠药 他们不会带我去医院的 我明白 因为他们无法在医生 提出手术方案 以及估算费用的时候 露出坚决放弃的残忍态度 就好比 当我知道家里有拆迁款的时候 即使他们再不甘心情愿 也要表面上做足公平的样子 他们对我的爱 有上限 有条件 且很残忍 很虚伪 我在房间里装睡 听到我弟弟回来了 他们三人继续窝在外面开会 我弟弟的意见 跟我爸妈一样 我弟 我姐现在保守治疗 还能有几年生活质量 万一真的开了刀 开出毛病 我妈 道理是这个道理 可是看到炎炎这么痛苦 我这心里 我爸 对了 我下午就在想这个事 你们还记得老家的小胡吗 办养鸡场的 挺有钱 我弟 你说军哥吗 跟人打架瘸了条腿的那个 好像比我姐大七八岁 一直担着身 我爸 前天 大哥跟我打电话 说小胡以前就挺喜欢咱家炎炎 可是他初中毕业就出来混社会了 咱们炎炎是大学生 两家这条件 炎炎怎么也不会看上他 我弟 那我姐现在不是病了吗 我妈 可炎炎这个情况 那个小胡还愿意吗 我爸 这病也不是完全舅舅不活的 还是有一定机会的 我先让我大哥跟小胡家通个气 正好下礼拜咱们也要回老家 顺便聊聊这个事 我面无表情地听着 听他们言语之间 就已经把我的后半生拖进了泥闹 但跌入谷底泥闹 也就意味着一切开始触底反弹 我从老家同学的手里拿到了胡军的手机号 趁着半夜 爸妈和弟弟都睡了 我拨通了他的电话 喂 军哥 我是陈妍 我有件事想找你帮忙 下午十分 我们来到了城县第一医院 看望我病重的奶奶 我奶奶今年八十四 一直在乡下大伯家住着 她年轻时候就要强 在我爷爷过世后 她一个人拉扯大了四个儿子 这四个儿子 又给她生了五个孙子 一个孙女 也就是我 我奶奶最疼我 这个是我从小就能感受到的 可能是养儿子养炒鸡了 在我三个伯伯 分别给她生了四个堂哥之后 她从我妈怀孕 就开始盯着她的肚子念咒 当医生拿出我这个不带靶的 小母兔崽子的时候 我奶乐的牙都崩掉了 那时候几个堂哥都上学了 所以我五岁之前 都是在老家跟奶奶长大的 印象中 我奶从没给我剪过头发 一天天换着法子 给我编各种小辫子 没事就扯花布 给我做裙子 我弟出生后 也跟奶奶一起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 有一次 奶奶买了两块蛋糕回来 让我和弟弟一人一块 弟弟拿了自己的 还想拿我的 非要一手一个 于是我奶奶过来 把弟弟揍了一顿 关进柴房 然后拿走她的蛋糕 跟我两个人一人一块 一边看晴天小猪动画片 一边开开心心 吃起来 我还记得我 到了要上学的年龄 要被爸妈接回城里 奶奶哭着把我送上车 她说乖男啊 外面的人不比奶奶 女儿家在外面 无论走哪条路 都苦都难 也就在奶奶身边 能享几年福啊 以后受委屈的时候 回来看看奶奶 半年前 八十多岁高龄的奶奶 摔了一跤 骨骨头骨舌了 医院里躺了一个月后 引发肺部感染 切气管手术后 每天都依靠着大量 医药费在支撑 几家兄弟 把该花的钱都花了 这一次 大家都回来 也是想要商量 下后面该怎么办 这是上半年的药单 你们几个都看看吧 大伯最先开口说话 咱妈这个岁数 你想康复到以前那样 那是不可能的 现在这个病房 一天光药费 就要三千多 谁家也不是无底洞 我们小孙子 今年要上私立小学 手头确实也紧 那也不能 就这么把药停了 咱妈还有意识呢 那你说得轻巧 你们家条件好 大城市 你给接到城里去治啊 大伯母阴阳怪气 尤其是你家炎炎 老太太最疼她了不是 那点退休金 全给炎炎贴学费了 怎么 沾箱的时候不说 该你出力的时候 一年才回来几趟啊 白眼狼 二伯母也帮腔 反正是别指望我们家 我们明年也要搬城里了 我媳妇要生二胎 我们是没办法看护老太太了 要么 小四你们一家 给老太太接城里 要么 你们退休了又没事干 回乡下照顾 父辈在走廊外头商量 我则一直陪在奶奶的身边 奶奶比以前更瘦了 喉咙里插着管 讲话和呼吸都很遭罪 但她一眼就能认出我 看到我来了 眼睛里兴奋地闪着光 男回来了 奶奶 我的眼睛湿润了 难怪 奶奶梦到你了 奶奶梦见 男来接奶奶 去参加男男的婚礼 奶奶看到男男的婚纱 真漂亮 我并着胸口 攥着奶奶的手 已经气不成声 我站起身 走出病房 看到几个书败 喉里还在争执不休 他们甚至把主治大夫 也叫来了 非要他一句准话 说老太太这个样子 到底能不能成 说白了 大家都想放弃 但谁也不好意思开口 最好是希望医生能说一句 尽人是听天命 这把年纪差不多得了 不建议继续治疗了 爸妈 各位伯伯伯母 你们说得对 奶奶从小就对我最好 我留下照顾奶奶 最合适 我对亲戚们说 燕燕 你真的不走了 我妈红着眼睛 抱着我的肩膀不肯放 我点点头 爸妈 杨杨 我这个病 我自己知道 治不好人才两空 治好了 估计也要留下 很严重的后遗症 乡下空气好 环境也舒服 我就在这儿陪着奶奶 能陪多久就陪多久 你们别为我担心 我妈抱着我气不成声 我爸和我弟 也象征性地抹了抹眼睛 可是自始至终 也没有人说过一句 愿意拿出拆迁款的一部分 替我争议争命 燕燕 可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爸妈实在是不放心 我爸清了清喉咙 终于进入正题了 你还记得胡君吧 你小时候 总是君歌君歌叫 人家十四五岁的大小伙子 每天出街 还得带着你个七八岁的小丫头 他早些年跟人家打架 弄缺了一条腿 三十好几了 也没遇到个合适的媳妇 这几年 在乡里办了个养鸡场 身价也有个大几千万 来之前 你大伯跟他商量了一下 说只要你愿意 他愿意娶你 你说你这个病 后续不晓得还要花多少钱 爸妈确实没本事 但如果小胡愿意 说不定带你去大城市 找专家 还能有转机呢 说话间 院子外面传来一阵引擎声 胡君开着他那辆黑色大奔 来到我家院子口 我上一次见到他 还是在考上大学回乡办的升学宴上 他没什么变化 五官还是那么硬挺 眼神还挺凶的 只是在看到我的时候 笑得明显有点紧张 炎炎回来了 四叔四审都来了 来小胡 屋里坐 咱们谈 我把热情地 绽开满脸褶子 拉上胡君往里走 他的腿是绝的 但上身一直保持着挺拔 看起来就像不输命运的 一根执拗的野藤 我定了一会儿神 跟了进去 四叔 您看您说的 我还能有什么其他要求 炎炎他愿意嫁我 是我胡老六的福气 您放心 我肯定好好待他 不管花多少钱 我肯定不会轻易放弃他 就算治不好 我也养他一辈子 只不过咱自己人 今天还是把话都说得通透些 炎炎毕竟是你们的女儿 这病 我也找人查过 咱说乐观讲 治得好皆大欢喜 可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我胡老六 虽然无愧于心 但你们相不相信 我尽心尽力 那又是另一码事 输我不是不信你们人品哈 但我也不想将来 真要是胜个孤家寡人了 还要背着个渣男恶夫的罪名 万一有人造谣 说我没给老婆用最好的药 没有好好照顾她 没有及时这个那个 对吧 所以今天 我出五十万彩礼 以后 我们就不拖累 你们一家三口了 今天 咱们立个字句 严严留下来 跟我在一起 以后我管着她 你们就算是断绝 哎 这个断绝 听着好像不太好听 但就是这个意思 四书四审 你看我说明白了 没 没等我爸反应过来 我弟先起来了 君哥 我懂 你放心 这意思就是 以后 我姐跟你在一块 治病也好 治不好也罢 我和我爸妈 肯定不会过来 找你闹 找你要人的 就以后 我们跟我姐 就算断绝关系了 是这个意思呗 胡君竖起大拇指 还是小弟脑子灵光 但咱把话都说在前头 要是严严以后康复了 像正常人一样 他对你们也一样 没有任何义务 这个咱得讲理 是吧 我爸妈 行 就按你说的 咱们今天立个字句 我与君哥互相递了个眼神 然后看向我爸妈 眼中挤出泪水 爸妈 其实我也很舍不得你们 我爸 没事的呢 好好养病 爸妈还会来看你的 一纸协议 按下了我们双方四个人的手印 从此我与我父母和弟弟 就算是彻底断绝了关系 临上车的时候 我妈抱着我哭得像个泪人 炎炎回去跟妈打电话 好好照顾自己 妈相信一定能治好 一定能的 炎炎别怪爸妈狠心 但这样的结果对你也是最好的 是不是后来 在我爸和我弟的催促中 我妈终于上车走了 那一刻 天边的晚霞红了 我的新生命也亮了 我爸妈不知道的是 我早就和君哥做了一笔交易 那天跟君哥打电话 我同他说了我爸妈 可能会跟他提出 要把我嫁给他的事 我提前打给他五十万 让他用这五十万做条件 假意承诺会替我治病 会照顾我 但我让他对我的父母提出要求 让他们答应从此与我断绝关系 君哥没问那么多 我说什么 他就做了什么 只是后来 他随口闲聊了一句 炎炎 其实你是想给你爸妈 最后一次机会吧 我笑了 也给了我自己最后一次流眼泪的机会 在乡下陪了奶奶一个多星期 确认家里的亲戚们 也没有人再关注我 我终于开始行动了 我先找到奶奶的主治医生 医生 我想问一下 我奶奶这个情况 到底有没有那种更强效的进口药 抗感染的 增强免疫的 医生 药肯定是有的 那种进口的免疫白蛋白求真 抗感染效果非常好 但一支要六千 一个月三支 全部自费 至少要用一年 而且老人家肺部感染以后 容易反复 下一次再住院 还是要这样的疗程 我明白了 这样的一笔费用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 确实不是小数目 而且 在他们眼中八十多岁的老人 已经算是可以寿终正寝了 但我不一样 我想奶奶活到一百岁 一支要六千块 一年也不过就区区几十万 对我来说 简直太轻而易举 我找胡军帮忙 联系了市区最好的疗养机构 让他们安排车 将我的奶奶接过去 进行系统治疗 我另花了八百万 买了一座三层楼的小别墅 坐落在城乡交界处 方便我随时去看望奶奶 也方便我回村刷存在感 虽然没有人真的关心我去哪了 就连我把奶奶从乡下接出来 对外宣称老太太自己走丢了 我的那些书办们 也只是象征性地叹了口气 我觉得他们是真心认为 这是一种解脱的 毕竟一旦我反悔 他们对老人家 还是有赡养义务的 我当然没有真的跟胡军结婚 但我兑现了我当日的承诺 我知道他要升级办一个 大规模现代化养机场 需要大量的前期设备投入 于是我一口气给他投了五百万 灰城后 我辞了工作 又在市中心地段买了两个商铺 一栋商住两用的富士商品房 距离市中心学校医院车站都很方便 且一出门就能看到护城河 做了简单装修后 先全部租出去 等奶奶易寿天年之后 我就搬到这里 开一个小工作室 剩下的钱大概数一数 还有六千多万 我留下两千万作为固定投资理财 每个月的利息都比我上班的工资高了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我已经实现了真正的财务自由 剩下四千多万 我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做风险投资 另一部分做工艺 我修了两条村路 造了一座桥 还投建了两所希望小学 面对媒体的采访 光荣的冠名 我直言不讳这笔钱的来历 这是我买彩票中的奖 但我觉得 除了用它来提高 一部分生活质量外 我更应该拿它来做一些社会公益 毕竟 每个人都应该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 在有能力的时候 积极帮助那些需要的人 是觉悟也是义务 我知道 新闻发出去之后 我的家人朋友们全部都会看到 我也从没想过 中了大奖后要低调如小乌龟一样 偷偷摸摸过日子 说实话 破天的富贵 不过是一块试金石而已 那些穷则采 富则舔的狐朋狗友 也是时候 该撕下自己的伪装了 这半年来 我确实接到了 不少以前朋友的电话 有孩子念书需要我帮忙的 有家里人生病需要我救助的 有做新项目希望我投资的 还有想给我介绍对象的 我没空理他们 除了几个投资项目 偶尔跟一跟 我大多数时间还是会陪在奶奶身边 奶奶也是真的很争气 小半年疗程下去 竟然已经可以下地走路了 我知道 那份坚守 是我对她的不舍 也是她对我的疼惜 后来 奶奶出院了 我把她接到别墅 给她养了一条狗 两只猫 猫是宠物店的小工具 狗是乡下带回来的 是胡君给我弄来的 快七岁的一条老狗 在她养鸡场打了几年功 又聪明又通人性 如今年纪大了 眼睛里闪现的全是 安详与智慧 胡君说 谢谢我给老黄提供了 很好的退休生活 但我知道 我的生活不会一直这样 宁静下去 阿猫阿狗的都找过一圈了 我爸妈和杨明 也不会例外的 先是杨明 也不知道 从哪弄到我的新手机号 一天晚上 喝得醉熏熏 一听我的声音就哭 说是想我 忘不了我 炎炎 对不起 你能原谅我吗 我真的忘不了你 我说 我也忘不了你 杨明 忘不了你当初 因为一百多万的拆迁款 在我最脆弱 最想依靠你的时候 给我上了人性最深刻的课 我说 你知道吗 那天 你妈来家里找我 我出去了 我去对彩票了 早上我求你请假陪我出去 我说 我想复查 其实我是想你陪我去对讲的 本来 这笔钱 我是打算我们两人好好享用的 你说你忘不了我 可我知道 你早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放弃我了 不是的炎炎 不是的 杨明哭喊着 歇斯底里的 可我不想知道 这份歇斯底里中 有多少是虚情假意 多少是悔不当初 但这些 都已经与我无关了 我没钱的时候 相信亲情 相信爱情 相信友情 我有钱的时候 全都不敢相信了 杨明来找我的第二天 杨明妈也来了 她更狠 直接找到我市中心的店铺 去了 炎炎 是阿姨的错 阿姨当初不该拆散你和杨明的 你就再给杨明一个机会吧 阿姨求你了 杨明真的是非常爱你的炎炎 这几天她一直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人都瘦了一大圈 阿姨保证不干涉你们了 炎炎 以后你嫁过来 什么协议都不用签 阿姨给你加出彩礼 你要多少都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第一 我不会嫁给杨明 也不需要任何彩礼 因为我已经没有父母家人了 第二 即使你不用我签协议 以我现在的身价 就算要嫁人 婚前协议 我也是必须签的 第三 杨明又不是今天才跟我分手的 怎么正好刚知道 我有钱了 就寝食难安 思念如潮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脑残 第四 连我爸妈都抛弃我了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们一家人会对我好 当年的四句话 我一对一还给他 然后拉黑杨明的手机 并告诉店铺的工人 以后遇到这样两个无耻嘴脸的母子 赶出去就行了 杨明到底是外人 再怎么不要脸 也有个厚度 但我终究还是要走到 再次面对我爸妈一家的这一步 我上新闻已经是几个月前的事了 他们却并没有立刻来找我 我想 他们一家三个脑子 肯定比杨明母子俩转得更丑 果不其然 上门来找我的竟然不是我妈 而是我爸和我弟 他俩直接找到了别墅 我弟 姐 回去看看咱妈吧 咱妈病了 我 多少钱 我爸 你先别提钱 先去医院看看 我不去 我爸和我弟都愣住了 我爸 你说什么 我不去 我提高声音 还听不清吗 用不用我再大点声 我爸绿了脸 沉眼 那是你亲妈 你到底还有没有人性 我 就是因为我有人性 我不敢面对大夫说出 需要多少钱的时候 因为明明有钱 却不愿意救 所必须要面对的内疚 我说这个逻辑 你们能听懂吗 应该能吧 毕竟当初 你们面对我生病的时候 就是这样做的呀 我弟 沉眼 你别太过分了 你根本就没有得绝症 你就是故意试探我们的 明明是一家人 你却藏着心眼 你实在太浑蛋了 我 对 我就是在试探你们 可你们经得起试探吗 我爸气得直咬牙 行 你不去是吧 你不去 把钱给了 你妈要换心脏 至少一百万的手术费 我不给 你骗谁呢你 你中了那么大的奖 怎么可能拿不出一百万 我爸怒道 我 我没说没有啊 我是说不给 我慢条思理 我爸气炸肝肺 你 那是你亲妈 你要眼睁睁看她死吗 我挤出两滴眼泪 爸 我妈都五十岁了 心脏不是小地方 开刀子风险很大的 你说 万一人直接没了也还好 要是得了什么后遗症 终身吃药 卧床 要人伺候吃喝拉撒 可怎么办 您还这么年轻 洋洋也还没结婚 到时候 谁家姑娘愿意嫁进来 就得照顾瘫痪的婆婆 爸 我觉得要不您 还是跟我妈离婚吧 然后给她找个有钱的老头 看看人家老头 愿不愿意给她治病 我爸气得抬起巴掌 就要动手 这时候 一个身影神速挡在我面前 一把扭住了我爸的胳膊 是胡君 别看他平时一瘸一拐 关键时候还挺会顺移的 四叔 几个意思 胡君冷着脸 眼神凶起来 还是挺有震慑力 当初白纸黑字 双方签了协议的 严严跟了我 你五十万花挺快呀 这就出尔反尔了 我爸自知理亏 可是这种人要是真懂什么叫理亏 还会舔着脸找上门 你少来这套 签协议怎么了 这种协议有法律效力吗 我是他爸 他就有义务赡养我 最后 我爸干脆耍无赖 直接坐地上 今天你拿不出一百万 我不会走的 我弟 姐 一百万而已 你不至于吧 又没跟你狮子大开口 你连一百万都不肯拿出来 是不是太不尽人情了 我笑 这不是钱的问题 一百万 陈阳 你这么心疼爸妈 你把你婚房卖了不就行了 那笔钱 本来就是爸妈的拆迁款 我爸 你说什么 我 爸 你们不会真的以为我忘记了 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我之所以装病 就是想看看 你们到底把我当什么 我爸面颊抽搐 反正今天你就是说破天 也得拿钱 这是你做儿女的义务 那你呢 你做儿女的义务呢 听到我奶奶的声音 我爸像见了鬼一样 头发都竖了起来 妈 妈你怎么在这儿 我爸以为我奶奶死了 在农村 老人家久病不遇的 经常会选择自尽 所谓水儿子 绳儿子 要儿子 各个比亲儿子靠谱 我奶失踪了 他们兄弟四个都松了一口气 他们以为老人家回光返照后 一个人到后山 找个山脚嘎拉 自行了断了 甚至没有一个人想过去找找 妈 妈您还活着 我爸痛哭流涕 我奶 别叫我妈 我没你们这样的儿子 我告诉你 你不是要义务吗 这一年来 妍妍为了给我看病 已经花了一百多万 这笔钱 可没有哪个法律规定 孙女辈的该出 你把钱拿出来 这是你做儿子的义务 妈 我 没钱呢 没钱就滚呢 我奶奶操起拐杖 冲着我爸一顿揍 我也没想到他现在能恢复得这么硬朗 一路把我爸和我弟打到院子外面 老黄和大咪小咪都围着给他加油 我目送着我爸连滚带爬上了车 我站在门口 冲他们喊 爸 我当年出车祸的时候 心里还在想着 这一个亿 我们一家人怎么花 我想给你们买这样的大别墅 想给你换你喜欢很久的 CV 我想让杨阳去参加训练营 砸个百八千万 捧他当明星 我想带你和我妈去欧洲旅行 我没失忆 我只是想跟你们开个玩笑 可就是这个玩笑 把我们一家都毁了 我是你女儿 杨阳是你儿子 我们都爱你们 你们也爱我们的不是吗 可你们就 就只要公平一点 就公平一点 真的很难吗 很难吗 直到车子消失 我才意识到我已经喊哑了嗓子 胡军走过来 搂着我的肩膀 让我哭得肆意 终于结束了 我积压这么久的感情 终于释放殆尽 往后余声 我是我 你们是你们 一晃年底了 我的几个项目 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分红 我的资产也终于正是过亿了 不过 胡军那边的养鸡场 出了点状况 因为一场禽流感 他损失不小 但我没想到 他竟然把我投进去的五百万加上利息 原封不动给我分了回来 我不要 他坚持给 投资是给你占比分红的 但本金不能坑你的 胡军做生意仗义 但我没想到 他可以仗义到这个程度 你哥 我又不是只有这么个养鸡场 还有几个其他项目都是赚的 他让我不用担心他 而且这几年养殖不好做 年前我跟朋友在西山拼了个矿 准备过完年就去了 颜颜 你跟奶奶好好的 等我忙完了前面的事 回来看你们 胡军总是这样 这十来年 他在社会上起起落落摸爬滚打 早就练就了一身铜墙铁壁 我其实不是很担心他 但不知道为什么 知道他要走了 心里还是有点小难过的 君哥 那你自己出门在外当心 等年终回来 最好能给我带个嫂子 我笑道 胡军红了红脸 哎 我一瘸子吗 又没怎么念过书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就别耽误好人家的姑娘了 行了 跟奶奶招呼一声 走了 她弯下腰 摸了摸老黄 然后一瘸一拐上车走了 我站在原地愣了很久 其实刚刚有那么一瞬间 我有想过问他 如果不是好人家的姑娘呢 如果有个姑娘 重叛亲离 爹不养娘不认 如果有个姑娘 装疯卖傻 心思重 城府深呢 如果有个姑娘 不嫌弃 她没念多少书呢 我还记得七岁那年 我坐在君哥的二八 自行车横梁上 啃着西瓜 仰着头看她 那年她也就才十五六 刚刚发育出来 猴杰突兀着一吞一咽 君哥 你以后要找个 什么样的媳妇 少年咧嘴一笑 露出小虎牙 白皮肤大眼睛的 扎两个小辫子 吃西瓜不吐子的 那时我还不懂 但我吃西瓜不吐子 是因为觉得很有安全饱腹感 奶奶抱着大咪小咪 来到我身边 娜娜 回去吧 要下雨了 我点点头 难怪眼睛有点湿润 奶奶 君哥的腿是怎么瘸的 我问奶奶 因为我七岁 以后就跟爸妈 去城里读书了 只有寒暑假 才会回来看看奶奶 只是听说 君哥因为跟人打架 把腿打断了 后来没再念书 也没人管 他呀 也是个可惜的娃 小时候脑子灵光 整天调皮捣蛋 还次次能考第一名 初三那年 也不知道抽了什么鞋 跟村之书家的孙子打架 没打过人家人多势众 反而断了腿 他气不过 又把人家的车棚 给点着了 结果被学校开除 高考 也没参加 就混社会了 我 村之书 就是后来 因为饭是进去的那个 他家孙子后来 好像也因为什么事 被抓了吧 我奶 那孙子从小就是坏胚子 动不动就把村里的小猫小狗打伤打死 我说我记得 以前 咱院子里养了一只小白咪 就是被那小子给打死的 那会儿我也就才六七岁 抱着小白咪的尸体 哭得嗓子都哑了 君哥陪着我在小河边 给他累了一座小坟包 他似乎说过 要帮我报仇之类的话 但我记不太清了 而且没几天 我就跟爸妈回城了 再回来 已是寒假 那会儿 君哥已经退学 离开老家了 我看着太阳落山的方向 长长出了一口气 等他下次回来 我亲自问问他吧